副司長 副司長 這個 我們在處理保釣的問題 所以第二台主權的問題 我們有四大原則 四大原則是哪四大原則 第一個是 主權在我 擱置爭議 平等會共同開發 主權在我這個是 宣誓主權還是 去保衛主權 還去固守主權 主權在我 是對內宣誓還是對國際社會的一種 宣誓 應該是兩者都有 你們有做過哪些對國際社會的宣誓 有沒有利用各種國際場合 我沒看到你們在召開 國際記者會 處理這個調台主權的問題 非常的低調 而且用雙邊的方式 找日本相關的官員 做一些磋商 有沒有利用國際場合 做一些的這個宣傳 比如說這個中國跟日本 它可以利用聯合國這個機制 去做一些討論跟辯論 甚至爭鋒相對 我們沒有辦法 他們也可以利用IPEC 雙邊高峰會的時候 做一些這個討論 台灣有沒有辦法 在IPEC IPEC連戰代表去 他有沒有針對調台主權的問題 去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各國的元首 做一些宣傳或做一些宣誓 有沒有 好像沒有嘛 所以我本席認為就是說 在處理調台 我們的宣誓的主權 是一個口號的主權 沒有實際的作為來固守台灣的調台主權 是用說的 不是用做的 是說給日本聽 不是說給國際社會聽 你連這個召開國際記者會 都不敢開 當然 故然 日本是 台灣這個非常重要的友邦 我們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 不管是外交部 或者國安會 就是有點愚民的態度 好像就是這個對內說一套 對外 相當軟弱 我想日本在有做出 侵害我國主權的行為的時候 外交部都會立即做出回應 就是 哪些回應 就是 對 他說要國有化 他做哪個回應 我們再 代表 所說的回應就是 把你 召回 還是電召 你9月13號回來的理由是什麼 是電召還是召回 我接到外交部的電報回來報告 是召回還是電召 這個 召回是兩國出現重大的爭議 無法解決的時候 是一種外交的抗議 我想 我想日本方面自然會了解到 我回來的這個事情 日本的外務省的發言人 也有提到注意我回來的事情 呃 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未來這個宣傳的工作 呃 可以再加強 不過我們過去也不是都沒錯 這個 在東京呢 我們不管對於這個主權的這個 呃 這個 用日語啊 的 比如說上網的資料 我不是說你沒有做啦 好 我是說外交部 我剛剛說外交部有沒有代表來 是 有沒有市長到 除了你之外 外交部有沒有負責這方面的 就是 呃 所以你要宣誓台灣的主權 要怎麼去做表達抗議嘛 是 呃 這個呃 謝謝委員的指教 不過事實上我們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也是有做的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像在歐盟 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友邦的幫我們 為什麼APEC 我們這個連戰代表去 對 他不敢針對第二台主權的問題 跟各國去做討論呢 APEC這個 呃 以我記憶所及 今年在海參會開會的時候 呃 雙方人員見面的時候 我們 呃 Karin的來 主要還是參加 主要還是解決這個東海的問題嘛 是 我們也有跟對方的人員講 不要惹事生非 我想這些都有提到 你說對方的人員是誰 呃 就是 雙方的這個代表團人見面的時候 對啊 你可以利用跟其他這個俄羅斯啊 或者美國啦 或者是 其他國家公會的時候 雙邊會的時候 表達台灣對這個標題主權的看法嘛 是 所以我想 呃 呃 邱委員所提到的這些 就是說宣傳方面的這個 要加強啊 是 所以不是口號的主權 你既然說主權是 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那你就要拿出實際的作為 我甚至要說 這個台灣 中華民國主權基於中國大陸 同樣的邏輯嘛 是不是 我們我們 我們 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是 再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是 你現在被召回 除非兩國 台日之間的問題 正在吊臺主權的爭議 已經獲得了解決 你才能回去嗎 按照外交的慣例 外交礼儀嘛 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呃 給了我具體的指示 然後 呃 尤其是今天到大院來 做完報告以後 呃 把各方的意見 呃 做了融會考量 然後給我指示以後 我希望我回去 台日的關係 沒有辦法順利推動了 能把 雙邊的關係繼續推動 這個會成為 台日之間的一些障礙 但是呢 台日之間 是長期以來 台灣最重要的這個夥伴嘛 不管是貿易關係 或者是安全關係嘛 完全了解 所以對日本的這個 這個外交是相當的重要 是 完全了解 所以你要謹慎處理啊 是 完全了解這個邱委員會 對台日關係的關心 呃 呃 我抵任的這個三個多月 呃 也看到台日關係啊 也的確有 呃 向前發展的這個動能 那雖然經過了這個 釣魚台國有化事件的這個 呃 呃 幾個禮拜 兩個多禮拜來的這個衝擊啊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日方跟我們一樣 呃 能夠珍惜雙邊的關係啊 那你現在回來 代表說一種外交動作嘛 那 對於這個 台灣的代表術 在日本的所有的這個 對日本的關係的 各項政策的推動 會不會受到影響 呃 或者這個經濟上的 或者是安全上的 那他們的官員 會不會不見我們呢 或者我們之前的這個 所建立起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友誼關係 會不會一直說 我還是呃 呃 我還是跟代表處的同仁有保持聯絡 呃 呃 業務能夠進行的還進行 有些必須要我親自露面的 那當然必須要改期 你認為你在什麼條件之下 能夠回去日本 不過 我剛才呃 提到就是說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 給了我這些指示 我就帶回去 然後以我這個 發揮我職權上的最大功能啊 來追求這些指示的實現 包括台日關係 包括釣魚台獵島 包括漁權談判等四項 我覺得啦 這個 您在住日三個月 是 我覺得你的活動應該在加強 謝謝委員 注意看到你們這個 做代表處的網頁 是 你大概每天的這個活動的紀錄 你做內交比較多 跟民間關係比較多 對日本的這個政界 包括眾議院參議院 或者他們國會議院 他們內閣 你們的互動好像比較少 感謝委員的指教 我到達的時間 正好是碰到夏天啊 國內的反團也比較多 有些我必須要親自接待 這個也是職務上必須要 擅盡責任的一部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群以跑日本的各地 還有跟這個 日本國會議員的來往呢 也有也有在注意 呃 去見面的 或是他們到代表處來見面的 也所在多有 所以呃 這點也報告給委員 讓委員有個了解 我沒有加兩分鐘是嗎 沒有加兩分鐘 沒有加兩分鐘 好 時間到